张化有一位街头艺人王平 他有小邓丽君的称号 在八卦山大佛前的观景平台演唱 那有一天回家打开打赏罐 结果发现里面有一枚Tiffany钻戒 他一开始以为是仿冒品 那没有想到拿到金氏店鉴定 居然是真品 价值8万元 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盈轩 张化八卦山大佛前的观景平台 一名街头艺人王平背着吉他 唱着歌曲 歌声优美 被人称张化小邓丽君 获得不少游客打赏 没想到他有一天回家 打开打赏罐 发现里面有一枚钻戒 银色戒指向着一颗钻石 侧面还刻着Tiffany的logo 是一枚经典款的精品钻戒 对名牌完全没有概念 所以我就问了我的朋友 他说大概是大牌子 但是大概是在七八万块 王平一开始看到 钻戒当下还以为是仿冒品 后来拿到金氏店鉴定 没想到竟然是真品 要价八万元 因为金铁款 人家说那个可能是婚戒 情的戒指 对某个人来说 也许有特别的意义 那如果你真的掉了 赶快来拿回去 王平说 常常有游客 不小心投错东西 曾经遇过 投入停车场代币的 结果车子开不出去 这次发现有人投入钻戒 时间刚好在四月二十二号 正是大甲镇南宫马祖 落尽进入彰化市区 游客很多 不知道是谁投入打赏惯的 希望可以找到钻戒主人 物归原住 但如果是肯定他歌唱得好 打赏钻戒 就会欣然受下 华新闻理事 红莲辉 谢中益 张好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 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